在南投铺里拥有两甲胶白笋田的刘宗贤 原本是汽车业务兼差在当农夫 后来他摸索出泰国碾鱼吃福寿罗这个新技术 在事业正要起飞那一刻 却碰上了921地震 重挫心血 他的鱼笋公生梦是在一次一次考验下 终于成功外销到日本 每只你看都是差不多一样 你看都在水面 你们一般割不会割都会割到肉 总在80公分身的湿地水田间 要采收胶白笋没有机器只能用人力 咱们一眼看出水底下哪里有笋子 刘宗贤和江亚慧夫妇 靠的是近30年的经验 这一只胶白笋有没有 它这个中间这一个已经滴下来了 还有一个稍微呈现三角形的形状 这一只就有胶白笋 那么多只里面只有这一只有胶白笋 我现在搁起来 这就胶白笋 隔绝在扶贫底下 阻挡阳光照射的胶白笋 隔开外皮 里头白道发亮 镜头 因为它很嫩很嫩 所以可以适合生吃 火水灌溉水质清澈见底 使用有机肥 刘宗贤还自己寻养泰国免鱼 捕食福寿螺取代农药 鱼存共生的自然种植 目的是为了维护生态平衡 之前有一次我们还在寻找说 要怎么去解决福寿螺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用到一个叫做虎茶坡的 虎茶坡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对我们田里面的生态会影响 除了福寿螺死掉之外 我们发觉说一用下去我们田里 有很多田山全部跑出来了 田山就是它是在我们田里 本身的人生种 那因为你用到这个虎茶坡 它的身上黏液都会受损到 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去用这个 细心呵护环境所种出来的胶白笋 让刘宗贤跟江雅慧 短短三年就得到吉渊谱的认证 更是历年胶白笋评见长盛君 但是27年前刘宗贤只是汽车业务 对务农一窍不通 因为刚结婚想要增加收入 才决定兼差当农夫 瑞士在做买卖汽车 会认识一些损农他们买货车 就觉得人家收入很好 看能不能改变生活 就想说我们来兼职做看看 那时候一刚开始的时候就 光是这个种苗就没有了 那我们要去跟人家分这些种苗的时候 真的是被一些长辈不看好 他说连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田 那时候他还穿西装打领带去卖汽车 他说这个年轻人撑不过三年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很清楚的一个 你刚刚就好 清理轻微 姜白笋从种下笋苗到采收 要经过120天 刘宗贤根据温度水质土壤的变化 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管理方法 不只提高椒白笋的品质 也受到日本贸易商的青睐 准备外销生鲜椒白笋到日本连锁超市 没想到碰上921地震 新鲜瞬间归零 我们那时候没有冷冻铺 所以主要那时候 还跟人家去租 那时候先跟人家租 结果真的就已经正式租下去 所有存储都拿去要挡住存储 到日本的时候还没租的时候 就真的921地震就马上来 等于20年前 21 22啦 那一只脚白笋在日本卖90块 那一定90块 那时候我们讲坦白的 我们这里一公斤才三四十块 那我们几个年轻人非常暴风 就是你要什么样的品质 多大的 我就尽量负责找给你就对了 我就是要做那个 你那价差差太多了 都是标准的 一只哦 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做起来 我以后走路也会有风啊 结果干了一年就不见了 非常觉得可惜 对 保持这个让那个雨能活着而已 等要采收的时候 这个全部会很 看得到下面的那个雨 都看得到很轻 921地震后 贸易伤又来谈合作 但土地受损严重 刘宗贤供应不了日方需要的产量而放弃 这也让他更重视环境生态的保护 不再使用农药 改循养泰国年消除不兽罗 尝试鱼损共生 就会感动到我是因为 我就是在割脚白笋的时候 看到那田里面有大肚鱼 然后我没有在割 那时候在割那也很忙 我就在那边老大肚鱼 我就觉得好快乐 真的很快乐 那时候就从那时候 就割哥他就开始说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就让我们自己的田里生态多一点 淋上美乃滋就是创意的 胶白笋手卷 平常不下厨的江雅慧 为了推广食农体验 还特地找铺利当地的 棕铺栽来学料理 甚至带着游客逛损员 一一解说胶白笋的生长 因为在埔里 它是算很大的产物 你要把它做到 不是只是一个产业而已 你要把它做成一个历史文化 这样下去才会 才会让大家去种植它 你看所有的那个农民 他都不太 不太会夹脚白笋 你只要孤黑碎菌 那为什么会让它成长 这个过程 大家就对它很模糊 你来这边体验的人出了 这个不只是采胶白笋 而是说真正的了解到 我们胶白笋 它种植的过程 还有它的环境 甚至能够看到胶白笋 它直接从天里 踩到餐桌上面这样子 那种感受度 会是最好的 一开始为了生活而种胶白笋 但踏上土地 感受到自然的美好 刘宗贤跟江雅慧的务農人生 因为珍惜而丰收